风采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Bernard的Bernard的Bernard的Bernard 如果你们可能之前是认识我的话,很多朋友应该是在电视圈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radio 对,我有做过MyFM Radio 然后现在最近呢,就是经营着一个channel叫Bernard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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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之前有问我说MCO期间是做些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几个月里面呢,是的,没错,我是做了一个奶爸吧,应该是 所以呢,然后呢,我在家里面,对,我们主编,哇,很厉害,我们幕后工作人员 就抽了一些照片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会做这些东西 对,我家里就开了一个动物园啦 然后呢,因为跟孩子的关系也多了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我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校嘛 所以我是负责,因为我是work from home 那我老婆呢,是负责,她还是要去上班 原因是因为我老婆是亲线人员 她是在政府医院工作 我还是有上班,但是我上班的方式在家里面 所以但是呢,今天主编最主要是跟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MCO期间做了什么东西,所以有一个五岁,一个三岁 我的热厂就是,起来,给他们吃早餐 给他们吃了早餐过后就给他们上课 上课过后呢,帮他们冲凉 冲凉过后呢,就给他们玩,或者是给他看书 看了书过后呢,他在看书的时候 我就有时间整理一下我电脑的东西啊 我工作上的东西,安排一下今天的几个文件上的东西啊 都好,然后呢,有时候我要做live就做live了 因为我们,我们的background是访问嘛 或者是,或者是娱乐圈的一些主持人嘛 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把他们艺人交给我们手上 但是MCO期间,我们没有办法去到 他们没有办法去到我们studio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studio工作嘛 所以我们就只好用网路上来做访问 所以我们就creatively把那个整个content换一换 把它,我们在online上 有一个做一个综艺节目叫 你的家真可爱咯 所以你们的共同话可以去看一看 和老婆做出怎样的分配来照顾孩子 其实照顾孩子呢 我老婆是真的是比较细心一点 她很有,她很细心 而且很有耐心 但是我的话我算是严妇的吧 在家里面 和老婆做怎样分配 就是说早上她没有在的时候 就是一直到傍晚她回到来的时候 都是我负责 刚才讲的咯 就是吃东西啊 喂她们吃东西啊 冲凉啊 全部都是由我来做 就晚上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冲凉部分也是我冲 但是妈妈回到来的时候 其实也蛮累的 所以她就又跟她们一点时间咯 然后after that就放她们睡觉 有时候是我放她们睡觉 有时候是妈妈放她们睡觉 所以两个人一起 一起 分那个工作咯 很像今天的话 weekend的话 很像我现在做live的话呢 我老婆就照顾着两个小孩子 对啊 OK 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MCO这段期间需要长时间对着孩子 和平时比较有什么 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第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跟 我跟她们见面多了一点 那我平时都已经是 其实蛮hands on了的 这个期间的话就更加hands on 大妈妈就是不会凶那门 她就一直劳改哦 一直劳一直劳一直劳哦 那你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啦 那疼跳出来最快的 但是我们尽量想不要用太多疼跳 但是幸好这个阶段 她们是怕我凶的 我一凶起来的时候 她们就会听话 所以在如果是我一个人 照顾她们两个的时候 是完全很少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老婆出现的时候 就经常会 就会有问题 然后她们就是一直不听她讲 就是故意故意的 然后我老婆就顶不顺的时候 她们就叫我 你来搞点 我就讲 她们就这个听 吃零食的部分 我的孩子是没有吃零食的 所谓的零食 我最主要就是 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们大概都不会给她吃 煎炸东西我们都会少吃 但是我孩子最喜欢吃的是薯条 这个东西 你主片很过分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海鲜盘来的 这是我吃的 我还一直没有吃这个东西 我幸好没有拍到 最好没有拍到我给你打吃 没有啦 这个东西的部分是没有的 French Fries 我们最喜欢吃French Fries 但是除了French Fries 我们每次都吃饭咯 你们这个是干嘛 羊奶片 ok 是那个 goat milk tablet 我朋友有介绍给我吃 所以我就来吃 但是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我来吃的原因是 她第一 她是高钙质 她有Calcium ok很高Calcium 还有vitamin的 她有prebiotic and probiotic 是不是很多人不懂 什么是prebiotic跟prebiotic 我就做了research 我们现在线上的大多数的优格 或者优格饮料 所谓的V开脂 还有其他brand的话 都是probiotic的 很少是有prebiotic的 我听说只有一家是有prebiotic的 anyway prebiotic的功用是怎样 它会把你的不好的bacteria 变成好的bacteria 而且prebiotic呢 它那个功用呢 就是让 对 probiotic 一个十元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它是容易消化 ok 而且这是羊奶 所以当然了 很多人就喝牛奶为主的 但是为什么喝羊奶呢 第一 它的那个营养成分 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ok 然后呢 我孩子是比较喜欢果味的 所以它这个东西 是有不同的果味的 而且我自己偷来吃 我老婆 每次给老婆妈 你是买给自己吃 你这么给孩子吃 所以你可以选择的 而且里面有不同的果实的 你可以拿去给 给你们孩子吃一下 这段日子你都和孩子玩什么 有没有给他们进厨房 进厨房 我的大孩子最近 非常非常有兴趣 每次就问 你煮什么东西 你们煮什么东西 他很喜欢看我们煮东西 成年人可以吃吗 我不知道我哪来吃 因为小孩子可以吃东西 大人都可以吃吧 但是 这个不是一定给小孩子的 这个给大人吃 也可以的 小孩子可以吃东西 大人一定可以吃的 ok 不用东西 担心这个东西 但是你买过来 你要给小孩子吃的话 你就不要吃恩娜啦 你买多一包 一包就给自己一包 ok 这段日子你都和孩子玩什么 哦 玩什么 我们玩花花 我们有玩 我昨天才教他们华语 很多人啊 很多人看到我跟我孩子的活动里面 就发现了 为什么Bernet 没有用华语 你没有用华语 跟你的孩子讲话的 首先呢 我是 我平时在家只是讲英文的 原因是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英文 我的华文是过后学回来的 ok 所以很多人就误解 因为很多在媒体上 就十多年里面 就知道我 因为看着我就是讲华语 或者讲广东话 我的广东话是学回来的 我的华语是学回来的 然后 我的英文是我的族语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我一讲英文很溜的时候 哇 你的英文好强哦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英文本来都强啊 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英文嘛 就我老婆哦 是 他是应受英文教育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一定 第一个语言就是讲英文的 所以那天就有呢 有这个comment哦 所以最近我是在 我就教着他们华文 虽然在学校有学啦 但是因为他平时 讲都讲华语嘛 平时两个孩子 所以比较贴谁 啊 我妈妈 他们两个都贴我的 妈妈不在的时候啦 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真的是比较贴妈妈 但是ok了我我是 他我最希望就是他 当然妈妈不在的时候 他就自然会贴我啦 当然在这个阶段呢 很多 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工作 啊对这个照片是我拍的 很漂亮是不是 很自然的 我很喜欢那张照片 然后他们就 他们有时候就很想 snuggle snuggle 我是从一个单身家庭长大的 像我从小到大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是 因为他要谋生嘛 这样他就很自然的 就会每天去工作 所以我每次就是 我很早就学会独立 他不是坏事啊 但是我 我那个时候就很渴望 我小的时候 我很渴望就是有 爸爸或者妈妈来陪我啊 他就算 他不想做东西 他只要跟我讲话 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 我是觉得说如果从小的话 我没有去用这个时间 去跟他们聊天 他们讲话 给他知道 如果跟我讲话 是一个安全 或者是舒适的一个环境的话呢 我担心我到时候得控的时候啊 不知道是几时 他已经不需要那个地方了 我跟我老婆都非常深信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家 家不是你家有多大 家有多有钱 我真的我们的家庭的观念就是 我们 what kind of children are we raising 他起来 他长大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是受被爱的一个环境 长大的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care about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我很多时间 我的IG大多数都是跟孩子的东西 会不会吃醋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的孩子贴我妈妈 妈妈的话 我觉得我会吃醋 但是 如果我老婆比较贴我孩子 多过贴我的话 我就会吃醋 我们认为 在一个家里面 第一个relationship 一定要做好 优先 一定要做好 就是夫妻的关系 如果我每次看到我爸爸 跟我妈妈吵架的话 我就自然就觉得 原来应该是这样子 或者是吵架是应该的 所以 我觉得身为父母 或者是 如果你们是 即将有家庭的话 我觉得 第一个先要 要巩固的 就是夫妻的关系 因为夫妻的关系 孩子 他是跟你365天的 你没有的 用主持方式 或者是用讲话 或者教导方式 用一次讲话 他们就相信 因为他每天看着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做好 我们要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We are a team 然后我们可以怎样一起 就是把这个夫妻的东西 做好 所以那个价值观 还有那个value 一定要一致 我觉得如果你两个人 一致的话 就会真的是 比较容易 MCO24小时 对着孩子 会不会情绪失控 忍不住对孩子 发脾气的时候 有 孩子劳改 你会怎么样做 Women 我的孩子是3岁跟5岁 我还可以接受他劳改 如果他今天12岁 才劳改的话 所以我不能用 我是跟你做我的参考 我是跟你分享 我没有讲这是对 还是错的 原因是因为 第一 我觉得他劳改 他一定是 我们容易的话 是讲他劳改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觉得 因为当你很了解的孩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反应 孩子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小孩子 意思是说他的情绪上的控制 比我们大人真的是弱很多的 你跟我身为大人 有时候都会劳改 我们讲真的 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劳改 我们是不是会发脾气 其实想回来的时候 自己照镜子对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说 其实我刚才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但是我们很有很多理由去讲 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子 但是如果真的去想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因为如果他情绪在发怒啊 或者是闹情绪的时候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去handle那个状况 所以你要跟他讲解 We are as a coach We are also a parent We are also a friend 所以我们的任务 生了他们下来 是我们应该教导的 对不对 我们应该设一个榜样的 所以我们会做东西 就坐下来 Calm down 他一冷静下来的时候 那是 他有时候可能不冷静很久的 所以我们就会回去讲说 Do you remember? 但是因为小孩子很容易散忘 所以你不能走太远 你不能太远过你才讲 因为他会很忘记 除非你孩子记忆性很好 那你就可以迟一点 我们第一个东西 我们是永远不会在大众面前打他的 因为我们觉得会影响到他的自尊心 我觉得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鼓励他的自尊心 很难的 但是要毁掉他的自尊心 是超级容易的 有了孩子后 夫妻孩子的priority会被分包 对 如果是被损时间来衡量这个东西的话 一定会分包 原因是因为 你们没有孩子的时候 自然就是我跟你而已 但是一路孩子过后是 你 你自然就算你们很公平 讲说六十八千时间 你还是会分了时间是去那里 所以为什么我一来的时候 讲说是quality不是 quantity 而且当你的爱情成熟的时候 那是你会 你会更加珍惜的 因为时间少了 这样我们就应该珍惜那个时间去做 所以有时候我会发脾气过后呢 我就是 我是会跟我孩子道歉的 这个时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忙于工作 对 把雇孩子的教育 孩子的任务交给妈妈 觉得老婆在家应该是负责全部 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自己是不认同的 因为我觉得孩子是两个人的 不是一个人的 但是 但是 就是要协商 我自己就不觉得 带孩子是应该只是女人的责任 或者是一个只是应该是男人的责任 我觉得一个孩子应该是两个人责任 但是至于 多少付出 付出多少呢 我是不会去计较 原因是因为 有时候如果真的我是需要工作的话 我譬如讲的拍电影的话 我真的时间一定是比较少的 Carrie Home Milk Tablet有几种口味啊 我知道它的包装 暂时是有两个包装的 这个包装的话就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 Berrys的话就有 Strawberry还有 Blueberry 另外一个是Surprise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尝试 它这里有还有 它除了Blueberry 所以还有那个Strawberry之外 它还有 咦 看它照片 它还有一个Honeylil的 两个的买啦 很便宜的啦 去吃吃下 不错了 说出自己这段时间带娃 带娃的感触 其实我发现 我原来很宅的 我在家里已经是习惯的那个节奏 Dia, where's the one trip you want to go after this MCO? 你还回沙巴? 哈? 他回沙巴诶 对,也是我很久没有看我婆婆了 还有没有看我妈妈了 但是妈妈虽然是每天都有通电话啦 是咯 有啦 她每次都有WhatsApp啦 而且我们在家里面是很 是尽量不要给她看太多那种 版面的东西 我们很少 除了是上课啊 或者是 我们是用reward system给她的 意思是想说 你一定要做了这个东西后 你才有那个reward 所以我们从小就教她这样说 if you want something like this you have to earn it 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听我聊天 最主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因为YouTube channel是100%你一定看得到的 因为Facebook的话有时候你看到有时候看不到的 好不好 去subscribe和按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加油啊 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